好 麥克第二 这次高宏安是被判处了 七年四个月有期拓陷 也就是贪污制罪条例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根据这个地方制度法 只要你的地方首长一审有罪的话 直接停职 所以说将来这个新竹市的职务 新竹市长职务呢 将会是由这个新竹市的副市长邱成远来做替代 那么在民众党内的部分的话 现在呢 根据他们的廉政准则 过去其实一审有罪的话 直接开除党机 但是现在民众党呢 似乎是悄悄改变了做法 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就是民众党的中平会来开会决议 也就是说由中平会来自由新政 到底高宏安要不要来做开杂的动作 这个是政党的部分 据说我们在司法面我们来谈谈 现在高宏安仅仅是一审判了七年四个月 但不代表他没有上诉的机会 而且检察官呢 其实也有可能再度提出上诉 因为像是我们知道 其实像是这个 他的公关主任王玉文呢 也是不认罪 但这次只被判了两年 会不会检察官也为此来进行上诉呢 未来也都是他们在法庭上的攻防重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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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